OK Noice 来 Chapter 4 OK 我们去写的开始 Section C 我们在 18面 OK18面 来的来 OK 所以 这个Chapter 1开始读什么呢 这个Chapter 1开始就读 Section A Section Section还有Asexual 你看他之前的material Section Asexual Reproduction Section就是两个 Parent cell Asexual是自己一个 OK要复习啊 这个桥子真的太大了 你要做下来好好复习 这个Asexual就是包括了我们学的这一些category 这个 Asexual OK吗就是很简单比较低级的那些 圣物 要来背一下 然后 包括了 Vegetative OK 然后就 Section一定是有Fertilization 我们有分 Internal 跟External 体内接受精子 跟 体外接受精子 基本上是住在水的 住在水的一定是 精子跟卵子在水那边结合 不是在身体里面 你住在陆地的哦 就会是 Internal OK啊我们大选过啊我提醒一下你保 你要 你复习啊 啊然后就到 Human的 Male 跟 Female Reproductive Organ 这个有 它的方式 要背 Female Sperm 跟Ovum 的Differences 这个蛮 重要的你要去读一下它们的分别 which is现在我们会做的 一面做一面 复习它 来 第一题 2 characteristics cell P 首先大家 它的名字叫做 Sperm 它的名字叫做 Ovum 这个没有问题啦 谁都会啦 他要 两个characteristics for sperm Sperm的characteristics 我们可以回来看 Sperm的特点 什么可以是属于特点呢 我觉得 Mobility 可以 Size 可以 Ship 可以 寿命可以 其他不可以 其他不思特点 不是characteristics 说我觉得这个produce 不要啦 Function 不要啦 OK吗 啊 这也可以 这也可以它有那个 Tail enable 我们说 蛮多可以选 我觉得 不用太多 我们选最简单的两个 我觉得我会选 Able to move 还有 Smaller cell 你要 Shift like that 布 你要 Lift up to 你喜欢 自己选两个啊 大家 自己选 喜欢的两个 不用造句 直接就 Able to move G号 Shift like Tap G号 Or Smallest cell in the male's body G号 Can live up to 3 to 4 G号 OK 来啊 Okey dokey 好 我选什么呢 啊 OK 我选这两个 Smallest cell in the human body 还有 Can move OK吗 All right 来 下一个啊 啊 Cell Q 是大过Cell P 给一个原因 首先 Q是Ovum Ovum会大过Sperm 做么耶 OK OK So Ovum是在 Fallopian tube 等Sperm的嘛 And 它其实等Sperm进来 So that 他们两个可以开始 变Zygote Embryo 怎么可以成长的呢 他们可以成长的原因就是因为Ovum里面 含有 食物或者是营养 For 那个Process to 发生 所以为什么它这么大个啊 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 Food substances 或者它有很多 Nutrients OK吗 啊 So 它大的原因是因为它很多食物在里面 这个就没有食物 Sperm就没有带食物 OK吗 啊 OK So 来 这个勒 比较属于 勒贝 Extra 一点的一个 Question 啊 So 来 Cell Q Hs Food substances Store Inside Badden 是这一个area 这里 有Food substances 好 Of course 我们 是 大选过啦 你还是要勾住这个 DT的啊 OK吗 好 啊 宿便既然都在这里了 顺便讲一下 Ovum 是反应吃了不可以移动的 他是最大的细胞 形状是圆形 OK 寿命是两天 他的方式是等待 Sperm来找他 反应词吧 啊 给 下一条 来我们做 没有的 reproductive organ 啊 OK了 既然都在这里 我们就 Label一下全部东西 P叫什么 P叫 Sperm的 X叫什么 X叫 Test East Y是什么 Y是 OK 可以吗 OK 我们就 这两个 好 我不填完啦 我们就跟他要他要你填的就只有这三个 OK吗 啊你为 Question第一题就问你 Name the part that produces cellp 什么不会produce sperm我 这个不可能你不知道吧 这个不知道就是 你真的需要花时间读书 来 我们的答案当然是 Part X 你不要写名字也OK 写Organ X 或者Part X 都OK 你不要写Testis也OK OK No problem Why men are advised to wear loose trousers to protect the organ OK 这个 也是一点点乐杯啊 So 这一个男性器官Testis跟尤其是Testis actually 是在身体以外的嘛 对吧 就 不是在身体里面嘛 是 是在外面对不对 好 他在外面有原因 他在外面是因为 他的温度是比你的体温少一点点的 OK吗 最多最多来个一度 就是跌个一度大概一个36度这样子 在外面 原因就是因为 啊 是不喜欢在 太 热的地方生存 OK 他要在比较稍微温度低一点点 那是为 Testis在身体以外 这样 如果你穿太紧的 裤子的话 那什么东西影响到 太紧的裤子 反一次哦 你就包着它 那 means 温度就会比较高一点 就是靠近你的身体 然后你就 拱着它 所以啊 这个的原因是这样啊 Sperm cell 比较喜欢在 Lower temperature 所以他becomes less active at higher temperature 我们要两分哦 我们看分数来回答 他 Less active at higher temperature 所以 Lose trousers 可以lower他的 Temperature OK 来 OK of course考试还可以问那些每个部分的那些方生啊 可能一个两个啦不会问完的可是又不懂 出哪一些吗 所以你还是要读他要读大部分的 OK吗 可能他随便就是问你 那个M的方式你就忘记了要要背一下 啊方生这些也可以问啊 OK 来 我们可以去洗了 好 啊 所以同样的反译词 female的parts 啊 也可以问的我 female又要被labeling 又要function 那一两分的东西啦 啊 OK 来 来 C了不 A married man has many children Go A doctor advise him to undergo family planning 什么叫family planning Family planning的意思就是 不要生孩子了 然后plan一下够了 OK吗 Family planning suggest one method for contraception 可以来 两份啊 第1份 介绍他什么contraception 第2份 也是contraception是什么呢 contraception是不控制 在这里 OK 啊来 你们 那时候最 最high key的听到这个部分最兴奋的就是这里了 好 好 就是我们的birth control的方法 I think 他的意思是不要生了是不是 他many children Doctor advise him to undergo family planning 就是来 OK Lex 够了够了够了 不要太多 OK 所以 这一个来我们建议他做一个永久性的方法咯 是不是 这样你讲 condom不可以 咯 quantum不是永久性的一个方法吗 对不对 So 我觉得 我们在这里还是选一个 永久性的方法 OK来什么永久性的方法各位 明显吧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就是 我告诉你的就是他是一个man来的啦大家 好啊 不要乱来 他是一个man来的 OK 好 所以 答案是这个 Vasectomy OK吗 好 所以 来 我们就介绍他 Vasectomy 然后 第二个分数就是 什么 什么用啊 你的答案就在这里 我们要 Cut掉那个sperm的 So that 我们绑起来 Sperm就不会出来了 OK吗 好 说一分来自于这个字 Vasectomy 第2分 来自于解释 OK 可以 来 基本上超答案不了 超答 Of course 你没有得带这个 虚考试 不要 如果这一题是女的 你就要讲 Tubal Vasectomy 你就要解释那个 Function 或者那个 Process OK 来来来来 如果你直接就讲 Cut the sperm Darkless 没有那个1分 一定要Vasectomy 才有1分 然后 才解释 才有第2分 同样 Female的问题 也可以这样子出现啊 整体问 Female的 Sexual Organ 然后再问 里面的Function 然后问你 如果不要生孩子 之类的 或者问你 Sterility 生不到孩子 有什么问题 OK 好 来我们就要去 还有什么第九题的 下一题是做 Mestration 就是 啊那个 什么 定期 那个也是要 也是要被 那个 那个过程 来第九题 好 Mestration 啊这个 持续 我们看一下 持续在这里 Mestration 这个 Mestral Cycle OK Mestral Cycle 你要知道东西就是每一个Face的名字 还有 每一个Face里面发生的事情 像考试又不会问完四个Face 发生什么事的 他就可能问一个 啊呦没有读到哪个那样 所以 也是难讲 你要勾处他 好吗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题要问什么 问什么 哦 他问 Defination What is Mestration OK 来哦 超单 of course 考试你就要背一背 重点在我 highlight的字 Mestration is the Breaking down of Lining of the uterine wall 还有 Discharge of blood OK 啊 来你整个就写了 OK 啊 I think 我 也是 操 这一个 OK啦 一样啊 我也是操前面啊 OK Name Face L and M 我 哇 老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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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大家 steady啊 你首先呢 先要知道那个次序对不对先不让我名字等下错不一定是顺的哦不一定是第1个第2个第3个第4个我们先 不是很明显不是了哦 你看那个形容词就不是了啊 我们在复习下那个次序啊来各位第1个 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排出来 Mestration Mestration了就到repair然后你看他包包的 包包repair这种字啊就是拿来修复他然后就会有ovum出来哦这个是fatal face OK 然后就会到我们的premenstrual face 就是最后的时候看到 这个是最后的时候 啊 OK 我们再排一下 第1个是哪一个呢 排出来的 排出来的 Breaking down of the uterine 这个是我们的第1 OK 第2是宝宝的 repair repair re re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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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第2 OK 好然后 第3就是有ovum出来的时候 ovum出来出来 ovum OK 所以这个是第3 然后第4 OK 排了过后你才知道这种名字啊 OK现在make sense了啦来l叫什么l是第4个 就是menstrual的前一个所以我们加个pre那个字在前面 premenstrual face OK premenstrual face M是什么 M是第2个是什么 修复吗修复 repair repair 所以 第1个啊我们要写的是premenstrual 第2个答案是 repair OK there you go OK 我们的c的答案出来了c 来个位c 请写你的alphabet持续 都号都号都号 好 c可以吗持续都号都号 或者aero aero aero 就可以了 OK 可以啊 来 donkey explain briefly的 来聊来聊跟你讲 一定中一题这样子的东西的 他问你 J在发生什么事 什么是J J是第3 第3叫做套啊 然后第1 叫 manstrual manstrual face 这写那两个还没有 写到的啦 第2跟第4 写了吗 OK 他问你 发生什么事情 你这里送了一份给你 OK吗 这里送了给你 OK吗 有一个oven 被释放出来 OK 然后 第2 如果有sperm存在 他们就结婚 在一起 他们就 王子找到公主 OK 第1分在这里 一定要有这个 oven被release 第2分 是 这里 Portalization is likely to occur OK 如果你讲 我没有写到那个可以吗 我写这个可以吗 也可以接受 总之要有两样东西 关于这个stage的就可以 OK吗 好 因为你写完了 没有三样事情 所以 up to me OK 我就先讲他 有oven出来 mature ovum is release 第2分我才讲 如果有sperm存在 OK Portalization就可以发生 公主每个月都出来等王子的啦 可是我们就不是没有要有结婚 然后在他们两个没有在一起嘛 但是 所以公主每个月都会更新都会重新来过 OK 他的工作是等那个王子出来 王子来找他 OK 来 我们去e了呗 什么来的 What happens if ovum is not successfully fertilized 就是啊 公主出来等了 等了两天 这王子没有出现 他就打算 他就打算自杀 是吧 他问你 如果 ovum没有被 fertilized 会怎样 他会 被 排出来 他会 就是 整个cycle再来过 其实你懂这题问什么吗 这题就是问 承择 Premestral phase的这一个啊 这个 这个 对吗 所以就要讲 哦 呃那个 那个 血啊 全部东西会底下 整个man's 就塞个会重新来过 如果 公主没有被 Fertilize 到的话 OK 好 来 一分我们就没有太过要 多说 我们就直接讲 从头来过他 Break down 然后man's Cycle 来 我们去 第十题 比较重复了 交给你啊 那些我没有做的 你记得自己练习 搞不好 等下你考试就出这样的东西 然后你翻回来 才发现到 我没有做的 这样的时候 本来 啊 可以拿多个五分的 啊 OK 来 啊 我们看一下啊 下个部分 这题不要 这么好了吗 我移了我 我OK啦 这也是给你啊 这些 我带来这些 过后 然后给你讲 那个步骤 我们去做 啊 一般 剩下一般应该是要做 你去十二题 二十二面 十二题 二十二 二十二面 十二题 那 讲到 够力咯 而且你还是要回家自己看啊 自己读一下 不乱 不乱 啊 OK 来 一来之 则安之 我们就顺便一下 Label完他 啊 他要你 Label这两个 不过我们 Label完他 那这个花呢 应该是 Mail跟 Female都在一起 所以这个 被称为 来 我们记得有两个啊 这个被称为 Bisexual 男女在同一朵花 Unisexual是 Uncle花跟 Auntie花 分开的 这是 一朵花是男的 一朵花是女的 但是 你现在看这个 叫做 Bisexual OK 我们Label一下 男的这个部分 叫 Enter OK Enter 然后下面支撑他的叫 Filement OK 这两个合起来是难的了 叫做 Statement OK 那考试又不会叫你Label完的两两个咯可能 Maybe 两个三个 两分的事情 不会很大不了吗 两分的事情 可是两分可以 可以让你Pass 两分可以让你B两分 让你A这样子啊 你可以这样子想的 OK So 好来 我们做female的female比较多啊 female是整个中间的 OK OK 来 我们就会最上面这个 叫什么 叫Stigma female的是SSOO 还记得吗 SSOO 所以是Stigma Style OVER OVERY 所以 来各位 Stigma 啊 Style 这整个是OVERY 里面那个Sixpack 真的很像Sixpack 里面那个叫Oview 说他要什么 他要Oview OK 他要Style Style 他要的有啦 我们Label 剩下的Extra 嗯 啊 这整个叫做female female叫什么啦 Pstil female OK Yoh 这里是全部的Label 吧 还有的Petal 不管是 叫做Petal 还有下面这个 Mini的椰子叫做Sappel 还有吗 没有啦就这样 OK Noice 可以 OK当然考试要两个吧啦 我们现在的Label 我们就 啊 写Extra OK啊 就这样子 OK 下一个要Function Enter Filement的Function Enter 这是来做什么 Enter 这个 里面会有很多什么还记得吗 啊 他会制造 花粉 花粉 Pollen grain OK里面会制造花粉 呀 啊 若后我们的答案就是制造花粉 制造叫produce 花粉 叫Pollen grain 呀 OK 好 来 Filement拿来做什么呢 Filement就是Enter下面这个哦 它是拿来支撑它的 支撑它的叫做support OK hold and support 啊 the enter 啊 there you go OK 嗯嗯嗯嗯 OK来下一题B Let's go OK 好 啊 which part of the flower grows into fruit 啊 which part grows into fruit draw two lines match the flower part with the correct fruit part 啊 OK 我们都知道花开花就结果嘛 结果 果实是来自花 其实你现在看着的这个apple OK 就是下面这个ovary来的嘛 对不对 ovary 种起来 越来越大就变这个水果 上面的花瓣跟那些 stake 那个那个stake嘛 Enter filament 那边其实是这个part来的 干了 跌了 跌完了 掉完了 是吗 你吃水果的时候它下面这个部分啊 是不是有一些干干的那些啊 其实以前是上面那半 上半部 你吃着的这整个就是它的ovary so tell you label 所以我们指一指给它这个东西整个就是水果 对吧 对吧整个ovary就是水果 然后 他要tool lines啊 就是什么还要多一个咯应该是要 overview吧 overview就是它里面这个 它的种子 呀 就这样 两条线 啊 签笔啊签笔啊 你们跟老师 instruction 有一些老师有讲 你就用签笔啊 不要弄错啊 不然两份就没有了 OK来 Settle 对吧 开花 才 结果 所有的水果都是这样 它的下面这个部分以前是它的花来的 OK 来 C 下一题 OK Below shows the fertilization process OK Fertilization process 也是要背一背的持续 我说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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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Fertilization 你课本放好好给你了的 三部曲 啊 123 OK 我们看来要怎么 啊 哎呦 一讲就中 三分 describe 整个process 扣理扣理扣理 啊 好在他有给你 key word OK 好在他有给你key word 你只是要 来第一个step 就是pollen grain 会跌在stigma上面 但是就一分了 pollen grain Polls on to the stick 第二分 pollen tube 就会长出来 它会生这个 tube OK 去over 去下面 第三 啊 里面有两个gamets 会下去找 ovil来结合 啊 我是纯粹 抄回这个 一模一样的 OK吗 这个步骤一定要读一下啊 所以 你是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OK吗 所以不是开玩笑哦 是真的哦 你真的要读书哦 pollen fall onto the stigma and produces pollen tube male gametes travel down the pollen tube towards the ovary 然后它就会跟female结合在一起 OK 他想要P能够得到Q的那个特点 so what can you do 首先这种问题 我们先搞清楚那个状况 我们有两颗榴莲树 榴莲树大概是这样 榴莲树 这个是榴莲皮 这个是榴莲Q 榴莲皮的好处是肉很厚 可是就还好不是很甜 Q的好处就是很薄 肉可是又很甜 我想要P拥有两个的好处 That means我需要做什么Polination 我要两个不同的Combine 所以我需要做Cross Pollination 对不对 当我要做Cross Pollination的时候 我要Q的过来P 我不是要P的过去Q 因为他讲我要P拥有两个好处 意思是说我要P怀孕 我不要Q怀孕 这样子我要P怀孕的话 就是说我要Q的Pollen过来 对不对 我要Q的Pollen过来 我不要P自己跟自己也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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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要预防P自己跟自己的话 我们要剪掉男的 我们要剪掉男的 明白吗 我们把这整颗P的树 里面所有男的那个剪完 把所有的filament剪完 所以这整颗树就突然间变成一个female的flower 然后Q的没有如果过到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好处 OK明白吗 好 所以各位这种问题啊 思考性的问题 你要懂你的基本功 第一我们先剪掉P的filament 然后我们make sureQ的花粉可以过去 所以我们cut the filament of P ensure only cross-pollination OK Between the male from Q and the female from P 重点我再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NJRZAK要P那棵树怀孕 他要那棵树有果 有开果 要有两边的好处 所以我们选择在P身上做事情 OK 这些问题真的是考试有可能问的 你明白吗 我不是特地给你做一些男男的 来给你爽一下 这样 其实考试真的会问到这个level的 所以 大家要做练习要读书 然后记得这种三分的事情 你就想清楚 那三个point先 OK 等再找去出来 OK 来 我们应该可以做到一个花的东西 拉 I mean 植物的 OK 来 Let's go 这题好吗 不要 我要试试题来 大家 我们做多少 做多少 来 来 来 时间不多 OK 各位 Pollination很重要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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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o他问你what is pollination 然后我们就来这里 Pollination的那个definition 在哪里啊 在这里 OK Pollination is the process of OK 来 整个吧 大家请请 请 来 OK啊 Pollination 基本上就是把polline grain传 from enter to stick 嘛 OK so boom anyways 找操 呀 来 2 types of pollination 哎 船花粉有两种方法哦 不是水船啊 是那个船的方法 so 我们有 哎 看才就有在这一面了 我们有self 还有cross pollination 对不对 啊两个谁下去了他没有要解释了他问你两个种类网了吗 我们就state出来啦 OK 啊 来 OK so 来哦来哦 Follow everybody 然后我又移动的咯 等下就又超不到咯 啊 给 然后下一个就应该是在问这 Pollination agent 因为看到有那个 Butterfly OK 可以吗 好 来下一题啊 How does a butterfly helps the pollination process Pollination那个 process你课本也是有一个次需要记的哦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 So insects会去吸花蜜 他怎么会去那朵花先是因为有花蜜 他吸了那个花蜜哦 他身体不小心沾到花粉了 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图片的密封 蜜蜂整身沾到花粉是这个状况 啊 他就飞去另外朵花 去了另外朵花 所以他去到另外朵花的时候他又继续去吸花蜜哦 可是他身体的花粉就不小心的跌在上面了 因为他会经过这些东西的嘛 他会要来 Excuse me excuse me我要进去采花蜜哦 Excuse me的时候他身体就会擦肩而过那些花粉就跌下来 他就会跌在上面 然后就是这样子把它传去 OK好 可是这里一分呢我就不要讲太长我就讲 啊 蜜蜂在采花蜜的时候沾到花粉 带去另外朵花 就是我们简单的一点去 写这个 OK OK好 所以来 butterfly collect nectar pollen grain 年到他的手脚 传去下一朵花 OK 可以 来 state 1 characteristics of flower pollinated by animal animal pollinated 这个 到我应该是什么特点呢来这个好 就要回到来这里 来show show你们先啊 这个 不是这个 Insect pollinated的花的特点跟wind pollinated的特点 总而言之你要只你要动物或者insect 你一定要漂亮有味道 如果你要wind pollinated就会反义词 风吹不会选颜色啦 也不用味道 所以他要一个罢了 随便 呃 花要大有颜色有吗这里 或者有味道 这样子啦 OK OK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Peace 拜啦拜啦 See you Bye by bwd6